要滷汁嗎 老師傅 刀工細膩 蜜汁臘肉 切薄片卻被抱怨 未免也切太薄 臘肉薄到會透光 湯匙搖起來 側面厚度僅零點幾公分 總共十二片 每一片都是如此 我那薄的跟就是湯匙一樣 它可以透光 像紙片一樣 投訴人泡紅 買到臘肉便當 根本是迷你臘肉 配三樣配菜要主食 他不能接受 這個價格可以接受 但不能接受這樣子的分量 他們可能有考量到成本 可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應該大家都這樣吧 我會帶一個辣 對 那它怎麼差在小三樣 實際到店買一份 臘肉一樣給十二片 但貌似厚度又更薄了 投訴人的僅幾片透光 記者買的每片肉都很透明 業者無奈說 豬肉價格上漲 根本吃不銷 從去年臘肉便當就賣九十塊 凍漲的情況下 份量只好縮水 但已經賣得比同行便宜 其他同行怎麼切怎麼賣 這間老闆切得太厚實 厚度達一公分 但只有九片 一份比較貴賣一百二 現在你一條的成本 將近都快四十幾五十了 因為現在肉類脹的 實在脹的將近一倍多了 切得薄 它要感覺讓別人感覺 片數多也是一種 我們雖然切得厚 但是片數沒有它那麼多 腊肉切得有厚有薄 份量多寡 每一家都抓得不同 民眾怎麼想就見仁見智 近新聞陳香奧有時光采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